陳菊帶了很多的監察委員 他去巡查行政院 照理說他本來應該去查說 我們的行政體系 到底有哪些違法亂記的事情 但是沒有想到 這一場會面裡面 陳菊是極力的吹捧蘇貞昌 從糾察隊變成了啦啦隊 兩個互動過程是非常的期待 所以來看一下昨天的過程 我就被說沒有人性 一個說是這個亂世中的福利 一個還稱讚說有政府會做事 這樣的互動也就算了 沒想到他們率隊裡面的監委 居然要去查 1911年前的舊案 監委這樣都對嗎 這真的讓我覺得很奇怪 我們不是這樣五權分立嗎 監察院你的責任是什麼 你不是要去糾局 要去監督行政院 結果你現在第一句 你知道我聽到陳菊講第一句 有政府會做事我就昏了 你是來做大內宣的嗎 所以我覺得監委 監察院乾脆廢掉 因為很會做事嘛 對啊 因為如果 要要監委幹嘛呢 你看我們行政院跟監察院 一定能夠攜手努力 攜手努力幹嘛 湮滅證據 還是什麼東西 我不知道 因為你是要負責去監督他的 結果你跟他攜手努力 那你監督什麼 其實照你說 我覺得他應該去 然後問蘇貞昌說 你信工那個怎麼回事啊 對啊 你皇家那個怎麼回事啊 都沒有 就一句說他稱讚他 不一路的稱讚他 對 行政院這一年來 做了多少奇奇怪怪的事情 監委應該是問他說 你們這些案子 是不是要給我一個交代啊 你們到底那個中央圖房 到底有沒有這回事 用多少預算 用多少人 結果都不去查 就跟我們講這些543的 我真的是 我覺得監察院 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那當然現在蘇貞昌 面臨一個很尷尬的狀況 因為在民調上 他已經呈現死亡交叉 這是美麗島電子報 他滿意46.8 不滿意49.3 已經不滿意超過滿意了 不過這不是第一次死亡交叉 是 在TBBS的時候 就已經死亡過一次了 是 那這個就是 有兩個民調證實 看起來好像是更趨向於 真正的死亡交叉了 那他昨天好像有一點 為自己抱不平 有一點痠 因為他說 在全世界疫情嚴峻之際 台灣人民可以正常生活 兩院可以一起開會 你們不是衛福部什麼 不是天天都在開會 開會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嗎 然後台灣真的是 亂世中的福地 在總統領導下同舟一命 讓全世界肯定啊 好 這個不管怎麼樣 這個是就是 隨他講啦 對 隨便他講嘛 反正歌功頌德一下 可是下面這一段就很怪 他說我當初行政員下令 不能出口口罩 我就被罵口罐 我就被說沒有人性 我好委屈 好像說那整個責任都我在扛 而且他還有一句話 他說我從來沒有把這件事情 放在心上 是 可是我一直講 對啊 我只是三不五十要提出來一下 我不在乎啦 但是我一直講 是 我覺得 其實我告訴院長好不好 其實你被罵狗官 被罵沒有人性的時候 幫你轉移了一個大方向 當時整個樓都歪了 全部去討論這些狗官跟沒有人性的事情 可能那時候大家就罵說 我們口罩就算七八糟了 還好這個范范有出來講這個 結果焦點轉移到范范身上 其實你要感謝他 對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 對你滿好的一件事情 不過他今天有出來最新的解釋 對 他說行政院長這個工作是非常吃重 又是高耗損的位置 在蔡總統領導下 我們會繼續努力 你要特別強調高耗損 他是針對這個民調 是 他說不是我做得爛 是真的兩年耗損太多了 但是我也必須講 你已經是做了最久的行政院長 你已經做了兩年了 所以你現在的意思 是告訴蔡總統說 其實我說得不錯 死亡交叉不算什麼 我要繼續在這個位置上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當然現在有一個 很奇怪的案子 就是王馬鈺監委他說 監察院調查石木卿案子 石木卿是誰呢 前工程會的委員長 他發現他有設有違法之外 行政院所屬檢調警告接人員 涉嫌在翁茂中 與百利銀行的五件訴訟官司中 與其來往密切給予協助 那這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石木卿這一個工程會的委員長 因為翁茂中是他朋友 他不但給他法律意見 甚至還跟他買股票 那這個中間會不會有圖利 其他相關的行為 公務員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一件事情 那結果這個案子出來的時候 監委說要查 蘇貞昌說這個要查... 而且不是你查而已 他也要查 他怎麼查 石木卿是內行人的萬法行為 所以行政院一定徹查 向人民交代 所以他要怎麼查呢 要求法務部提供翁茂中的筆記本 我要親自看一下 哪些人涉及本案 蘇貞昌要辦成法務部長 蘇貞昌你現在是忘記 你是行政院長 你不是律師的耶 你要看這個案子幹什麼 而且我說真的 你今天行政院長有任何職位 難道你對哪一個案子有興趣 或哪個公務員有什麼問題 你就要去看他的案子 或是看相關案件的證物嗎 你有這個權利嗎 然後你知道他們現在解釋 而且我覺得我聽起來 因為他說行政院所屬的 檢 調 警 高階人員 全部很多人涉案 蘇貞昌感覺一搭一唱說 這個不只我要看一下 看有哪些人涉案 他們整理怎麼樣 那我就想說 這一些所謂的檢調警高階人員 是不是就覺得說 我是已經心裡要開始害怕 要恐懼 因為這個很像什麼 你知道很像翁茂中這個人 寫了一本百官行訴 你們所有的把柄都在我手上 那假設之後能被蘇貞昌拿去 意思就是說你們這些人 如果不聽我的話 你們一個一個都要完蛋 是這樣的意思嗎 那我自己還想要另外一種意思 你知道 就是搞不好裡頭有一些是他的人 那我先一步拿到這個筆記 這個案子就被我遮蓋掉了 是不是這個意思 但不管是哪個意思 你是行政院長 你根本不能看 他們現在還解釋說 因為這個案子已經 筆錄已經做完了 都沒有問題了 所以這個證物可以看 錯 這完全是胡說八道的講法 為什麼 因為行政院所屬檢調警高階人員 這個案子是不是還在辦 因為他涉嫌而已 他們一定罪喔 所以這個案子是不是還在申辦 然後警政署兩位高階警官 劉柏良 高雄市警察局長 周宥偉 警政署警政委員 這兩個高官也涉嫌 那這案子是不是都還在申辦中 申辦中的案子的證物 你可以隨便拿去看 你是什麼資格 你是特徵組的長官嗎 還是什麼東西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無厘頭 那我必須講 蘇貞昌你如果看了 我看你搞不好也要吃上官司 那我也必須講 今天就是院會實在太無聊了 你看這兩個人談得這麼高興 就有一個人 我們的大鵬部長 就直接睡著了 太不給面子了 是 所以我說真的 你們還是幹點時事吧 不要每天想著陰謀算計 好 跟著花媽一起去的監委 有個叫林溫成的 他昨天突然提到一個案子 他說他調查11年前 2009年的時候 當時馬總統他派這個葉晶川 去參加WHA 是用中華台北的名義 他認為這樣是矮化了台灣的主權 他認為是賣台的行為 可是蔡英文上任之後 中華台北 以前你說賣台 後來用中華台北說是愛台 護台 先來聽一下 2009年的時候 民進黨立委是怎麼罵葉晶川的 民進黨不會說派了政府官員去到那邊 連一個字都不敢坑 任由世界衛生組織 把台灣的八個港口列為 中國國內的港口 八個港口就是在你們的時候 被列進去的 我們的時務被列進去 是因為那個時候 中國跟世界衛生組織簽了MOU 就是你們讓他簽 你道不道歉 不道歉 沒有必要 沒有必要對不對 你沒有對不起他對不對 對不起他 你的傲慢 看你還要傲慢到什麼 你比我傲慢 好 2009年的時候 民進黨把這個中華台北 講的是錯不可聞 可是2016年民進黨執政的時候 小英也派了人去參加WHA 那個時候就把WHA 奉為是一個至上的法寶 來聽一下總統當時怎麼說 從有沒有收到邀請函 到能否順利成行 都是一個又一個 需要突破的挑戰 但是關關難過關關過 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不僅順利成行 稱謂上也沒有被矮化 難怪國民黨要說這是雙標黨 我跟你講這件不是雙標 你知道我昨天看到 林文成講這句話的時候 我只有一個想法你知道 這整件事情充滿了荒謬 編劇 還有擁有權力的傲慢 為什麼這樣說 你看林文成他的說法 他說什麼 他說因為中國大陸2005年 跟WHA又簽署了一個秘密備忘錄 這個裡面說要以中國台灣為名稱 如果用這個名稱的時候 就是嚴重傷害台灣主權公共國家利益 可是後來又不是中華台北嗎 對 所以他就從這個出發 你知道嗎 他說你馬政府時期 你後來用中華台北做名義 還有觀察員身份去參加WHA 所以我懷疑 你跟對岸有秘密協定 你可能犧牲了台灣主權 所以我要查 你懷疑可以當飯吃嗎 你懷疑可以當證據嗎 他甚至還講什麼你知道 他說越來越多的資料 顯示有可能做這件事情 資料拿出來看看 所以我就講就是說 我為什麼講說 這裡面充滿了很多的意測 跟所謂想像空間 甚至是充滿權力的傲慢 你剛剛舉了一個例子 今天在過去的時間 我們等一下一個一個細數給大家聽 民進黨執政時期 也都用這個名稱 我覺得林文成最扯的是 因為他自己都說 中國跟前的MOU 是要用中國台灣 可是後來我們參加中華台北 所以他根本就睜眼 就說一下話 就是人家就罵他 眼盲 心盲 加上文盲 他的邏輯是說 你不用中國台灣 但是你跟中國大陸 私下達成一些 你用更低的階層 你用台北 台北是地方 所以你這樣子 更加矮話 換取中國大陸不去抵制你 可是我講實話 你現在很多人就會質疑講說 你林文成現在是怎樣 你沒事找這些 我公平講監察院去行政院 你要刀的是行政院 現在做的這些事情 你去找這個OK 你早以前也沒有關係 你有本事你就立案調查 可是大家一搭一唱 現在開始國民黨就質疑講說 你林文成是不是在報仇 為什麼 因為很簡單 林文成在2006年的時候 曾經擔任台灣民主基金會的執行長 這個基金會 其實我以前跑新聞的時候跑過 他藍綠通通都有在這裡面 也不是一定非哪一個政黨 但某種程度來講 執政黨他本來在這個基金會上面 就擁有比較大的主導權 結果08年的時候不是政黨輪替嗎 後來林文成其實在2010年的時候 卸下這個職務 卸下這個職務的時候 其實你看 政黨輪替之後 其實有兩年的時間 其實沒有換他 結果換下來的時候 當時林文成就一直有到處去講 就是說就是馬英九在迫害我 我說真的 我遭這個新聞這麼多年 本來執行長就換來換去你知道嗎 結果國民黨繼續質疑 質疑是講說 你是不是因為這樣抓到這個機會 可是我們講實話 你有沒有個人意願是一回事 你現在在中華台北的這個名義上面 好 你剛剛提到說 09年的那件事情 09年的時候 其實還有包括很多台灣留學生 那個很有名 黃海寧 那時候一大堆人去跟他嗆 說你怎麼可以來 你為什麼要賣台 你問這個名稱或怎樣 甚至蔡英文當時在做民進黨黨主席 也在這裡 陳建人 我跟妳講 現在重點要過來 你知道嗎 這時候跑過來的時候 他們發現到說不對 建信專被罵的時候 後面有一個叫陳建人 也沒些人現在去質疑他 那你要不要現在去質疑一下 你們的這個前副總統 出來幫忙講句話 對啊 你是不是也是出賣主權 而且你還幫出賣主權背書 而且賴清德當時 甚至把沙祖康拿出來講 沙祖康當時是 中國大陸駐WHO的代表 那時候被人家問他說 犧牲台灣人民權益的時候 他居然講說誰理你 結果賴清德那時候還出來罵 他現在是副總統 他說你看我們用矮化的方式 是比人家還要惡劣 對台灣人民更糟 那我們講回來看 2016年的時候 你們民進黨派人去參加的時候 說真的 現在民進黨的說法都是這樣 我們想盡辦法要參加國際組織 只要不被矮化 只要能夠對等我們都參加 名稱不重要 但是你看林皺妍當時 在WHO演講的時候 也說是中華台北 還有才有剛剛那一段 那你們這些人通通都覺得 無所謂APEC當時 後來2020年的時候 張宗摩出席的時候 一樣是中華台北 民進黨都覺得 能參加國際盛會的時候 用名稱多罵才會畫 那你現在這個監委跳出來 現在講說不對 你們是有出賣是怎樣 到底有參加的 還有現在進行室 要不要全部查 好 想請教委員一下 你怎麼看幾年前 中華台北是一個罪名 說這個賣台 可是現在用到中華台北 就好像好棒棒是護台 對 大家都說民進黨 是雙標檔 我一直覺得民進黨其實也不是 他就永遠只有一個標準 只要他用都是對的 別人用都是賣台 他唯一的標準就是這樣子 我們看到中華台北 這幾個是從08年 是一個被打壓的產物 到09年是上權辱國 到二零一六年是勉強接受 到二零一六年參議員又說沒有 歪化 到了二零一六年 現在叫做成功爭取 整個這樣脈絡一億貫之 就是只要他們用的都是沒有錯的 不過我比較好奇的是 這位監委到底在上任前有沒有 大概有沒有去瞭解監察委員的職責 是什麼 監察委員的職責 監察委員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那時候大家事實上反對很厲害 就對很多監委這樣提名的這個不適任 所以我們在立法院反對 去今年七月的時候反對的很厲害 監察委員就是古代的玉史 玉史大夫 玉史大夫是要幫人民發聲 對於政府 人民對政府不公不義的事情 因為透過正常的選序 可能就沒有辦法得到這個 冤屈的疏解 所以我們常看到很多監委 要去巡視地方 有什麼冤屈你們就來跟監委講 跟監委講 監委就會反應 然後就是深入調查每個案子 像以前監察委員調查很多案子 都是很深入的 那這個監委這個正式不辦 你看我們看到監察院院長 他應該去 去行政院 他應該做的是什麼 前一陣子最有名的是什麼 丁怡銘的這個扭肉麵 接著小編治國 還有統一編號 統編之亂 行政院統編 對 零三 七四二四 零三 大家都還會背 那接著後來蘇貞昌用了行政院統編 又買了什麼圖書 用三倍券 對 監委實施如果真的應該做 是應該去查一查 這個行政院的特別費是怎麼用的 來讓大家知道 如果行政院用得很好 對不對 讓大家可以放心 就等於說他其實應該是監督 現在的行政團隊 那如果用得不好 你告訴我們他哪裡用得不好 他現在有沒有一點 很像拿清朝的建議 要去砍明朝的關係 對 這個是 回頭去調查馬英文 蔡英文也做一樣的事情 監委是幫民眾了解政府 有沒有什麼做不對的地方 那這個怎麼會在做這個 好像在打擊政敵 我覺得這個太離譜了 再過三天就要吞萊豬了 不過現在台美的貿易 沒有任何的新的進展 倒是現在拜登要就職了 我們連門票都拿不到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再過三天就要吞萊豬了 可是現在很愛上的是 我們沒有換到台美貿易 時期的這個進展 沒有想到現在 拜登1月20號要就職了 我們連他就職典禮的門票 都沒有拿到 對啊 你說台美貿易 可能有其他的一些障礙 可能我們還要去克服 可能至少我們都已經捧 大腿捧成這個樣子了 你讓我們去現場 觀禮一下可以吧 對啊 對不對 結果呢 看著你也沒怎麼樣吧 結果現在看起來 好像連去的機會都沒有了 為什麼呢 因為有人就跑去問了 這個北美司長 北美司長應該是最懂的人 哪許厚點 結果他說 我們現在還沒有真正要到票 可以去參加 我們還在爭取中 意思就是我們一直在爭取 可是人家還沒有說要給我們 這聽起來就蠻難過的 可是如果我們組團 組團卻很外圍 跟一定要拿到票嗎 我跟你講還是要 組團到外圍還是要票 對啊... 其實還是要 因為這是等於是 至少是人家邀請你過來 所以他意思是 連組團在很外圍的那種 都沒有 目前還在爭取中 所以聽起來就蠻那個 但是他馬上被人家打臉 被誰呢 外交部的發言人歐江安 歐江安居然比北美司長還懂 他說其實這次 因為疫情的關係 就是很嚴峻嘛 所以大家希望 不要搞太多人 所以美國到現在 沒有正式邀請外國元首 或政府組團參加 這個講起來也蠻合理的 因為疫情真的很嚴重 大家怕感染 群聚感染嘛 可是問題是 你們外交部 你們不是同一個部的人嗎 為什麼一天真的 兩個人說法不一樣 而且同一個時間講的 是 對啊 如果假設是人家 根本沒有正式邀請外國元首 那你在爭取什麼東西 也不知道你在爭取什麼 還是你要爭取去迪士尼奈樂園 還是說他們沒有邀請 但我們就是要 這個也很奇怪啊 那人家如果根本不舉行 你還去幹嘛 倒是他這個歐江安 還特別講說 不只這一次沒有正式邀請 2016年的時候 也是沒有正式邀請喔 是 沒有正式邀請 你說我記得我們有人去啊 其實我們有台灣代表團耶 直接去 在這裡 你看 在一個很偉大的地方 天啊 據說要用十億像素的照片 來看的 十億像素 他當時遊戲一關 在這個框框裡面這樣 對 在這個框 我們去了十多一個人 所以我們人大概這個位置這樣 對 因為竹帆不及被台 所以人實在太多 而且川普其實不在這個畫面裡面 所以我們連參加這麼外圍 這麼多人裡面小框框 這樣的門票都沒拿到 我們都已經去到 現在的立法院長級 現在的台中市長級 現在的交通部長 當年是台中市長 就高規格的等級 這個你都要站在這麼邊邊 其實我覺得去不去有差嗎 人家搞不好根本不知道你有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 好像也不必要一定要爭取到這個位置 你不要這樣講 人家當時還是有打卡的 是啊 當然有打卡 很多人很高興的 表示我們終於去到美國了 其實當時不是流出來很多照片嗎 我真的覺得這個也滿怪的 那個萊豬真的有點白吞而已 對 那但是現在 沈大佬 我們的前立委說 你要學生軍人跟立委 都不吃美豬啊 不是都用什麼合約 用契約什麼方式 不讓他們吃美豬嗎 AIT現在很火大 因為你把這三大族群都不吃 那還有誰要吃啊 那就沒什麼人要吃了 所以最後一根道場 應該是立委啦 是 你以為自己都不吃啊 就是立委都不吃 你們自己的內規規定 那個便當要檢查 要看是哪一國的豬 那這樣子AIT會不會很火大 如果AIT現在就很火大 難怪我現在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不邀請我們 因為接下來他會更火大 因為現在各縣市的自治條例 全部都說 如果你中央要說 我的自治條例不行的話 我要跟你打線法官司了 所以嘉義士已經開第一槍 我要提四縣 就是你不能夠禁制 否決掉我的自治條例 那甚至金門這邊 也就是我們委員的家鄉 更猛了 他們獨立了 他說你不要小看我們金門人 我要拿出抵抗共匪的精神 來捍衛食安 就把你拿... 這怎樣... 記苗栗之後第二個自治區 是 這怎樣 是把蔡英文政府當共匪打還是... 我也不知道 那他是說 如果你知道的話 我們就要成立自治區囉 我不管你這麼多囉 那當然蘇貞昌還是出來說 一國多治這樣不好... 可是問題是 今天誰在捍衛食安 那誰又在幫美國人推銷肉品 這個差距不是很大嗎 其實我真的提醒一下院長 外國人不是都是香的 也不一定都是對的 有的時候 人家來說你幾句好話 其實是有目的啦 不要傻傻就相信了 比如說當年這個 捷克參議院議長韋德齊 也不是當年 就幾個月前 這一個捷克議長 當初來到我們的立法院 講說我是台灣人 好多人感動 起立鼓掌 沒有起立鼓掌的還要被罵 對 沒錯 然後結果講得這麼樣子 結果人家回去的是怎麼講 他是說我從來沒有說 台灣是獨立的國家 所以我是台灣人是話送 為什麼當初阿海我是台灣人 有人說是不是因為 當時我們政府承諾說 我送你五條口罩生產線 我已經說好啊 那我就是台灣人 其實我也這樣講 其實如果你願意送我 五條口罩生產線 我也是台灣人 你本來是台灣人 我本來就是啦 很多人說我不是 所以那現在會不會有點 太勢力那個感覺 不過他最新的啦 是 他剩下又來一次 你知道這一次口罩印台灣國旗 你不是說台灣不是獨立國家嗎 那印我們的國旗 這是什麼東東 然後他手捧我們的 我們台灣品牌的這個筆電 就一副好像他力挺台灣的樣子 我覺得這句話比較哀傷啦 在線友台之舉 這樣就馬上又變成我們自己人 所以就是怎樣是 現在他要不要友台 就是看他什麼時候需要的時候 在友台就是 是這樣的意思嗎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情 非常奇怪 當初我一直以為 當初新聞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我以為這五條口罩生產線 政府對政府 政府對政府 所以我們國家要給他 不是這樣嗎 結果不是 結果後來到 到了你知道 12月22號的時候 我們的歐江安跳出來 又是個發言人員跳出來說 其實本來是我們一個台廠 叫東建安啦 他突然變化了 他不願意再無償捐贈了 所以我們到現在 這個生產線還送不出去 商人不愛國 這個聽起來很奇怪 我本來真的以為是國家要送 結果變成是 原來是廠商送 那名是國家出 是這樣的意思嗎 然後東建安聽到非常火大 他說你外交部跟我們誹謗 你不道歉的話你就提告 為什麼呢 東建安說 當初我們真的要送他 可是因為他們自己 本身內部的原因 他們人手不夠 他們本來說他能量只能有三條 後來雙方在協商當中 結果你外交部突然之間 講出了這個話 你知道是現場善於不義耶 所以經過了三個月的協調結果 等於在今天決定有兩條 已經從高雄港出發了 所以我們還是送了 只是從五條變成兩條 那我是覺得你外交部 好歹也是站在我們自己 廠商的立場去說話 怎麼會去站在捷克的立場 去講話呢 所以就讓我們覺得 非常非常奇怪 我覺得外交部是不是很多事情 你們自己內部先協調 對外統一發言 讓國民會比較清楚一點 亞洲座康剛把蔡英文 批成慈禧太后 結果民進黨毛起來痛批說 亞洲座康是紅媒 但沒有想到 亞洲座康出示了一張 去年六四的時候 他們紀念六四大屠殺 這張圖讓民進黨 每個人都啞口無言 而且更好笑的是 亞洲座康一個小小的小編 就站翻了所有民進黨的人 是 我覺得亞洲座康有沒有錯 有錯 圖用錯了 為什麼 這是誰 蔡英文 用蔡英文總統的頭像 Key在 實習太后的畫像上面對不對 對不起 實習太后至始至終 當他死的那一天 都沒有所謂名義上 真正的登上巔峰 真正能夠當到一國之君的 只有一個人叫做武則天 國號大周 他一直都是垂簾聽證 所以有時候說他有沒有錯 錯了 但是亞洲座康他用這個東西 他做一個新聞媒體報導 錯了嗎 他用他新聞的針扁 來看這個事實錯了嗎 可是不一樣的是 民進黨全部的人 請朝而出說你是紅媒 就跟你的報刊頭一樣是紅色的 你是紅色媒體 所以他就說 當初還特別講說 他在批評這件事情的時候 亞洲座康 吳四雅就說 拜託 亞洲座康 你可以專業一點 你怎麼可以稱為 我的發言的內容 你怎麼可以把我稱為民進黨黨員 好歹你祖母 我沒有講髒話 我也是民進台灣的國會議員 台灣 什麼叫台灣 對不起 我的護照上面 你再怎麼樣縮小 還是中華民國台灣 還有四個字 你看小編的活力有多猛 馬上他就講說 委員 您是中華民國的立法院委員 並非台灣國會委員 要把中華民國整個吞掉 到底是四個字太長 還是眼中沒有中華民國 這小編非常的嗆 你看一句話堵得吳士遙 好像真的 就沒有下文了 那沒關係 民進黨什麼不多 人多 隨即又有人跳出來了 這次是美女發言人顏若芳 他說哪來抹紅啊 你真的是歧視 你說他祖母 然後說他美女 因為他年輕 他這個就已經有到 OK 你好... 對 哪來的抹紅 本來就是 他說你看看國際週刊關係的事 六四天安門 心臟 喇嘛 製焚 維吾爾族 等等等等 這些的議題裡面 亞洲週刊有報導嗎 來 鏡頭跟著我的手 幫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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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幫 告訴你 對不起 真的有 亞洲週刊在2019年6月4號 也就是六四事件 89年的六四事件 30週年的時候 做了一個大篇幅的一個封面報導 而且他直接用了大屠殺 請問2019年6月4號的時候 台灣有多少媒體 多少政府組織來紀念六四 來為六四平反 有嗎 我們兩相比較一下 人家還是敢說的 我比你講一件事情 去年還是有 台灣媒體很多 對 但是問題是 你看到民進黨有大幅的說 我們要來在那個 有啊 去年選舉他當然有 如果你是你覺得 他那個篇幅夠大嗎 以前你還記不記得 夢上眼睛 久一未開不見 一堆人在中正經驗 對不起 我的話自由廣場 你應該是這樣說去年選舉的時候 有大大的宣傳 可是今年當家之後 篇幅就不知道有沒有一樣了 對 那我們就看 拭目以待 2020的六... 已經過了 對 2021的六四 看他怎麼處理好不好 重點是我必須講一個事情 尤其是西藏喇嘛自焚 有時候你報導不是那麼樣 我們曾經 那時候我非常印象太深刻 我的同事要前往西藏去採訪 好歹突然間西藏喇嘛自焚 那個飛機是起飛以後 直接回來 因為上面有個台灣媒體 直接起飛 在直接原街機場降落 對不起 不能去了 因為西藏喇嘛自焚 中共對於整個媒體的前置 事實上是很強烈的 而且我告訴你 大家說 嚴若芳說 你亞洲週刊用他的拼音叫做 週 亞 週 在這邊我們把它翻起來 亞 週 週刊 好 他說你用這樣子的拼音 根本就是為了要逢贏慘媚中共 他說中文世界誰會這樣拼音 應該很清楚了吧 意思就是說你就是親共 是 沒有錯 中共的拼音法 沒有錯 但是我的重點是 亞洲他的小篇也不是吃素的 馬上回應說對不起 我在1987年成立這本週刊的時候 那時候還是碳華納旗下的 一本週刊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拼音了 要的就是說 我告訴你 我是以亞洲華語市場為市場能告 而且他對於相關的大陸的報導 有一些比較左派 或者是一些比較負面的報導 並不是沒有 他洋洋沙沙 其實如果大家去亞洲週刊的 網頁去看的時候 他洋洋沙沙列了十幾點 他還說對不起 這只是2018年到2020年 2018 2019 2020年 每一年他都有報導 誰消失了 誰不見了 這些相關的事情 對 那我們請問一下 大陸的駐台 台灣的駐大陸媒體 有誰去了這些地方 那時候工業鬧得很大 整個深圳是罷市罷工 所以亞洲週刊小編就說 顏小姐你不熟悉我們 我建議你先閱讀之後再來批評 而且這些事情 請問台灣媒體有報導過嗎 沒有 而且重點是他最厲害的是 他還不忘在栓完民進黨以後 還是說如果你對我不熟識 歡迎你來訂閱 對不對 他還就欠這個訂戶了 美恩你怎麼看亞洲週刊 這樣小編的戰力 還有包括民進黨立委的態度 真的是戰力滿點 歡迎訂閱 那你看 我看民進黨一向對於這個 真正當當批評他 而且說到痛處的 不管是媒體或是民意代表 第一個動作就是抹紅 那個已經是一種 膝蓋式的反應了 就是只要能說到透點 說到他真的回答不出來 他就是直接先把你潑紅青 而且我發現 這麼簡單你往回看 就馬上可以看到很多 他有關人權的或者六四的報導 怎麼民進黨這麼多人 要出手去攻擊亞洲週刊的時候 連基本功課都不做 對 那你看 一個就是一個堂堂的 一個泱泱的大黨 我們國內最大的就是執政黨 應該做的事情就是 針對他所提出來 事實上我有看那些報導 針對他所提出來報導的 每一個問題 你就可以反駁他 你覺得這個媒體報導的不好 就反駁他 那民進黨現在最常做的 當然就是 就是先做寒蠶效應 第一個就先抹紅 抹紅說你是紅媒 接著就是可能就是讓你產生寒蠶效應 對國內媒體 事實上已經在這樣做了 那民進黨大概是沒有辦法忍受 因為他們不停的在做這個大內宣 大內宣 然後把這個封起來 然後讓很多 那些人民的思想 就只會就是好像 就相信他們所說的 那當人家反駁出的時候 民進黨是一句話 真的是說不出來 而且我覺得堂堂一個立委 跟一個週刊的小編 鬥成這樣格局是不是太小了 這個是一回事 不過因為我想這些 不管是委員也好 或是發言人也好 他們的確對這個週刊的來龍去脈 還有中間曾經做的任何報導 都沒有仔細的去討論 那這個也是民進黨 長久以來 尤其完全執政以後 對付所有就是 對付所有的反對聲音 就是真的是走向民主獨裁 對於反對聲音 他從來就是用意識形態 那民黨常常這樣做 也越來越變本加厲的原因 就是其實也只是在掩蓋 他的內政的施政無能 這個其實還是真正的重點 賴清德貼身的水護 今天升少將 但整個過程充滿了特權 還有內鬥 我們休息邊課馬上回來 賴清德他的警衛室的主任 謝近華他在今天升少將 他一直被爆料說他很大尾 他升少將他拒絕體側 而且連國安局都叫不動他 到底怎麼回事 來聽一下他本人的說法 那更是莫須有的 個人今天的榮耀 是長官的賞識跟提拔 同事的幫忙 以及部署的支持 家人的鼓勵 相關的體側 以及是否能夠禁任 這完全都是合乎計畫 合乎法規 沒有任何的苟且的情勢 特權的內鬥 向來都是非常兇猛 一派去鬥說謝近華 這個沒有按照規定 可是另外一派 就出來放話說 謝近華他只是沒有接受體側 蔡英文身邊的水護 才是更亂 對 這到底誰是誰非 我們不知道 但是剛剛謝近華的少將 恭喜他 他榮身少將 他說都是長官的賞識 什麼巴勒巴講一堆 長官如果這麼賞識你 你不是早就該生了嗎 你為什麼要到服役年限 30年之後 才要專案研議 然後才生呢 不是長官這麼賞識 你早就生上去了 他意思是說本來要退了 是因為賴清德賞識 所以他又留下來 所以就這幾天才開始賞識了 是這樣的意思嗎 其實他本來應該是在7月1號 可能就要升少將 後來不知道什麼原因被擋住了 擋住了國安局 就簽報以專案研議 然後研議呢 你知道他一直在等 為什麼 因為正常的話 不會就是晚在12月25號 也就是聖誕節之前 過去的慣例大概就是這樣 結果今年特別晚 那為什麼會特別晚呢 去年就是12月23 對... 所以有人說 是不是就為了等謝近華 因為他的體測 這些東西都沒過 那當然國安局聲明 警察謝近華上校 107 108年 我都通過車延標準 那109年因為職務調整 尚未完成檢測程序 那為什麼因為職務調整 完成檢測程序 不知道 可是問題是大家都覺得說 邱國正不是最討厭這種東西嗎 因為他的頭皮 草皮 皮鞋 他最在乎的就是這三皮 那你這個不會引起他陣路嗎 這個人特別皮 對 你這麼皮 我怎麼會不盯著你呢 那是不是因為這樣 引起邱國正震怒呢 可是他後來是過了 是怎麼過呢 其實過得蠻奇怪 因為依規定他們至少 3000公尺要跑步在 17分鐘左右完成 對一個52歲人來講 其實有點操 其實說對一點有點操 可是他就據說他整個時間 他有替代方案啦 對 整個時間他就一直拖... 結果他一直都不去 一直在放鳥 所以邱國正很生氣 然後一直到上個禮拜是24號 都已經拖過去年的23號了 可是我覺得這離譜的說 本來表定照理說 應該是23號要升嘛 對 現在傳出來就是為了等他 果然他是24號才體測喔 一體測完 馬上上升 馬上就發聲明 對 發聲明 對 然後馬上就升 你說他沒有因為他 因人設事誰會相信咧 對 而且你說 我以為就是說好 你至少拖到24號 你一樣3000公尺17分之內 完成你的標準 結果不是 他是5公里進走 替代3000公尺跑步 他5公里進走 是用43分30秒的成績完測 他其實沒有公布正確的時間 他是說標準 標準是這樣 43分30秒 那他們是說 我聽到的消息是說 他一個小時之內完成了 一小時 一小時之內到底是43分30秒之內 那59分也是一小時啊 對 所以我不曉得 但我跟大家做一個概念 因為我常常從瑞光路頭 走到TVBS這邊來 我從那邊走到這邊大概20分鐘 這樣幾公里 這樣2公里 2公里 對 所以我以我... 因為我51歲他52歲 我們年紀差不多嘛 所以10分鐘1公里嘛 所以一個小時 你應該要走6公里才對喔 可是體力不能對比的吧 對 而且我是用散步的 要遞檢 你用散步 他是用進走耶 我是用散步的 所以你應該要升少將 所以我應該有中將的資格 因為我可以6公里是這樣嗎 可是他以前不是什麼 黑水特種部隊出來的 怎麼體力這麼差啊 這個還是黑水特種部隊 可能是他30年前的事 誰走的 對 因為經過了這麼久 誰知道呢 那有人說 其實你也不要一直怪他為什麼 因為總統旁邊的這一些特勤 好像表現得不怎麼樣啊 比如說2017年12月 總統官邸維安憲兵清槍不勝即發 當時距離總統只有50公尺耶 方向一不對 就出大事了對不對 然後2018年12月 憲兵警衛大隊 陳信上是在營外遷堵 部隊都好不知情 你是負責保護總統 你還在遷堵 然後2018年9月 世衛士女武官跟總統隨務 不倫戀 你們這個談戀愛也談得太這個了吧 然後2019年2月 永和警衛士主任 曾偉聰少將 警衛士直接給他喝酒 我們的總統都這些人 在保護嗎 那甚至到2019年7月 就發生非常有名的超賣事件 實驗案就出來了 那結果發生了這麼大的事情 我們的陳敏華少將 警衛士主任還不照聲 對不對 他當時只剩一個少將缺 照你來講 如果謝金華表現這麼容易 長官這麼賞事 應該先聲他 那為什麼結果是 被記大過的陳敏華 他氣比還比較低喔 而且沒有服役年限隱瞞的問題 就是讓他先聲 並非我請教一下 在這一個事情出來之後 就突然冒出了這一篇說 謝金華頂多是不體側而已 小英旁邊的人更爛 這是不是牽動他們的特勤 裡面有不同派系 在攪一動爭 你會讓大家覺得 現在難道特勤已經形成一個派系 一個是鷹派 另外一個是德派 是這樣嗎 是這樣的意思嗎 雙方互相別瞄頭嗎 所以這都讓大家覺得很奇怪 所以到底真正那一步是什麼 我看大家自己要去想看 高雄市長陳其敗他很自豪 因為他說這一次高雄市 百年的跨年活動是非常非常的特別 但是他被發現他無人機的表演 用的就是Made in China 但你知道嗎 陳其邁當年當立委的時候 他說他拿到的獎盃 是Made in China的時候 他就氣到快要翻白眼了 我應該這樣講 高雄淪陷了耶 為什麼 因為這麼大的一個活動 百年的光景 然後辦了一個活動 竟然用的無人機是MIC Made in China 我們不是光復高雄了嗎 怎麼又突然間用MIC了 對 這怎麼回事 所以高雄是不是淪陷了 所以我們問問賣賣市長說 到底是什麼回事 他結果昨天經過一整天的 媒體嘩然的檢討之後 他今天跳出來說 這是屬於台灣的團隊 台灣的創意 演出的包括了舞台 燈光 音響 這個本來都是國際器材非常多 所以你看 要知道你有什麼手機 Apple Apple也是都在河南鎮州的 富士康生產的 你們為什麼不講 可是我是私人手機 我又不是市政府的活動 對 你是公務手機 那經非習比 我問問說 委員剛才特別強調說 民進黨根本就是一個雙標政黨 連沒想到當的政務官 我私人愛用什麼 他管得著我嗎 可是他是公家的表演 公家機關就有公務的規定 就有法律法規的規定 而且這樣子做 難道就是只取州官放火 不許百姓點燈嗎 我們來看看 曾經辦2016年3月11號的時候 曾經做過以下的發言 那時候立法院還是 王金平當院長的時候 他送給第八屆的委員 現任的時候 送了一個好大的獎 在這邊 你看 看他那些世界盃有沒有 足球賽的那個 我們是冠軍有沒有 好重喔 好像五六公斤 還是八公斤 我忘了 然後他說 好扯喔 為什麼 因為這個送給立法委員 紀念的獎盃 紀念盃 居然在底座的時候 著名 Made in China 你拿中國製造 送給中華民國立委 這個我要先給他比個讚 因為他至少強調 他是中華民國立委 不像剛剛吳士堯 連中華民國都不會講說 然後他說他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拿給中華民國立委而言 我心裡超不爽的 當立委的時候超不爽的 但是當市長的時候超爽的 一個獎盃都不可以Made in China 這麼多數百台的無人機 怎麼可以是Made in China 對 那消息曝光以後 遇盖泥彰 好 沒有關係 這國際器材 所以趕快你看 網友拍下了 當天這個舞台的燈光 我們看到 本來告訴你 這裡有解體字 看到沒有 華科光電 因為光看華跟電 就知道是簡體字 Made in China 為了避免這個爭議 繼續擴大了 趕快塗掉 貼掉 我看不見 我聽不到 他們就是這樣子一個心態 那你又回到了這個 你說高雄只有這樣子的事情 雙標嗎 很正常 你看今天 昨天晚上發生 昨天晚上發生非常重要的緊急事件 就瓦斯外洩了 瓦斯外洩了 我告訴你 現場濃度一度高達1萬ppm 那是什麼意思 我就是這樣 如果我這樣一點手指頭 我有火光可以發生的話 像魔術士一樣的話 現場就閃燃了你知道嗎 我比喻一個 高雄氣爆2014年的時候 是1.3萬ppm 這一次是1萬ppm 真的只差一點點 也就是說現場有毅然的祝燃的話 它可能就是再一次的高雄氣爆了 可是這件事情往回推 昨天的時候大規模的開挖 找管線打離漏器了 可是事實上26號的時候 也就是12月25號行線紀念 就過完一天的時候 我們就有民眾說 我聞到異味了 但是一直到了12月28號 晚上7點的時候 再次報案的時候 這時候大家還是大規模的排查 然後激發局還趕到現場說 好 現在的消防局撤手 由我來接手 接著激發局接手以後 賣賣市場隨機就衝到了現場 然後直接現場的看看 徹夜不歸 在現場一直等待整個問題的結束 但是問題最後解決了 只是我們看一下 12月1號 我們陳時中部長不是已經講了嗎 已經進入秋冬防疫專案了 所以要記錄到哪裡都要戴口罩 而且你進入一個 這麼危險的一個工地 隨時有可能會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我們的賣賣市場沒有戴口罩 沒有戴安全帽 旁邊的人都是標準裝扮 可是在這麼... 你看他滿臉的疲勞 他為了擺帥所以沒有穿這個標準的 凌晨三眼 事夠累的 我比較納悶的是 他還誤語說 請民眾待在家裡面不要外出 可是不是應該要疏散嗎 不是 第一時間的時候 不要外出的是因為家裡面 還至少有牆壁的保護 那萬一你是 這個是正確的作為 不是疏散嗎 疏散是說 你不要在那個地方的時候疏散 至於鄰近的區域的時候 千萬不要外出來看任道 因為台灣人有時候 喜歡泡水有沒有 不要靠近 那時候真的現場很危險 但是我要知道的是說 高雄一直發生的事情這麼多 而且無人機又不是 只有高雄在用 我們八部二會裡面 有那麼多的部會在用 那為什麼民進黨政府就可以用 那其他人通都不行用MIC 好 又要問委員 又是一個雙標 對 我們先從將軍升官的 這件事情來說 這個東西民眾看到的 就是靠裙帶關係 就是說之前的這個 因為菸的這個少將 升少將 這個特勤是蔡英文總統旁邊的人 那現在就是換蔡賴副總統旁邊的人 那就是會讓這個 循規按部就班 循規盜舉 這個以前我們軍方這樣 一步一步上來這些 這些將軍們 可以上校們 可能升將軍上校們 軍人們會覺得說 我努力做 按部就班做 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不如找對線 拍對地方 然後就是要跟對人 就是而且還要跟到這個特勤 這個裡頭去 總統接近乘風 所以就是即便你犯了再多的錯 一樣 不管從你看蔡英文 或是到那個蘇貞昌 丁立民犯再多錯 他也一樣負責他的愛家 所以會造成國內這個官徵會不佳 就是我是軍人 我就覺得說 那我就不要照做很多規矩 都可以因人設施 因為我是總統 副總統愛這樣而改 連提策也可以改 而且有樣學樣 大家就跟著擺爛 對 這樣就很麻煩 第二個就是有關高雄市 這個雙標的這個事情 我覺得就像大家他們說的 就是蒙上眼睛就以為看不見 嗚住耳朵就以為聽不到 對 這真的是一個 很諷刺的事情 我想其實這些本來 陳市長 齊邁市長 他說的後面講的這段話 其實是沒有錯 就是說本來國際的 就很多國際各國這個產品什麼 本來就是應該這樣子 但是會造成今天這個情形 其實就是因為民進黨 他逢中必反 就你們一直這樣批評別人 我們可以試想 今天如果還是韓國瑜 在當高雄市長 然後發生這個無人機 是這個中國字 然後這個城市是中國人來寫的 那會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今天會被批評到體無頑膚 說你就是紅的 就是故意要 可能要竊起治安 結果一定會被批評到這種地步 所以因為這樣子 自己當的時候 也要落到這樣的陷阱 然後就接著就說 自己不一樣 怎麼不一樣 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這個就是 以為人民都是愚昧的 不是這樣子 人民都是有眼睛在看的 因為機師不守規矩 導致全台灣跨年的活動 民眾都不可以飲食 不可以吃東西 沒想到現在有機師 吃女人吃到飽 好 我們休息片刻馬上回來 國民大會在YouTube上面 有自己專屬的頻道 你打開YouTube 搜尋國民大會 就可以訂閱 分享 而且開啟小鈴鐺 而且把你的全家人 全部都通通開 包括親朋好友 拜託 拜託了 這個機師 因為紐西蘭的機師 他違反了防疫的規定 導致台灣出現了本土的病例 所以機師的防疫規定 要變得更加嚴格 導致本國的機師大反彈 你剛剛講說這個分享 我跟你講YT可以分享 但是很多東西不能分享 只能獨有 就是說 男朋友 來的男朋友就是這樣 所以我們先來看 最近因為這個 很多因為機師的關係 導致說什麼 導致說因為機師很有可能 造成這個防疫的破口 所以現在新的規定已經出來了 以前早期的時候 是說你這個在疫情的期間 機師跟空服員 事實上你只要這個居檢的話 其實本來是機師三天 然後空服員五天 完了之後 你就可以正常的生活 但問題是 因為在這一段時間 包含紐西蘭籍的機師 造成防疫的破口的時候 結果現在規定改成說 機師跟空服員 改成一律居檢七天 再加上自主健康管理有七天 所以這樣加起來 變成是有14天對不對 可是你想想看 為什麼原先的時候 在規定裡面可以 他們機師跟空服員 不用跟一般人這樣 總共有14加14 14加7 是因為當時的航空公司 有講說如果是這樣 我國際航班都不能走 所以在這個新規定 從1月份開始的新規定 變成是說 你這個雖然是規定 要居檢七天 再加自主健康管理七天 可是你如果是居檢 三到五天之後沒有問題 公司可以用專案管理的方式 把這些機組人員 派飛長途的航班 但是全程的 你要有公司的交通車 而且派飛之前要填報 所謂的健康這個聲明書 當然這個新規定 一出來之後 一般民眾來講 我說實話 大家是覺得說 你防疫就防疫 不要有雙重標準 你不要動不動 就是外籍的 這邊也分東南亞的是一種 這個也是一種 所以有很多機師就不滿了 就反彈了 對 就覺得自己好像坐在監獄裡面 覺得說 你如果本來大家防疫 就都好好的 可是我想要先播一個三案 就是有一個出來爆料 說這個已婚的副機師 每次到處約女生 而且一約就四十個人 來聽一下這爆料的人怎麼說 長榮在這個機師館裡的部分 據我們所知 其實都是非常的慫散 有一個我曾經交往三年 777機隊的副駕駛 他在最近疫情 特別是2020疫情 非常嚴重的這一年 他還是不斷的在家中 完全就是無視於芝加館的 可能未來會成我們另外一個 業縣的過程 當然他們的私生 我們是沒有興趣 可是已經造成違規的狀況 會不會變成是防疫的一個大漏洞 你剛剛講私生 我們沒有興趣 可是你想想看 為什麼這個機師跟空腹約 要把他嚴格 那個規定變得更為嚴格 就是因為紐西蘭籍機師 他的私生活是出現問題 而且又跟防疫在一起 這個其實我講說 長榮公司最近也很多事你知道嗎 因為剛剛你看到那個爆料者 其實也是出來爆料長榮公司的 又是長榮 而且講說同樣是77機隊的 一個歪姓的副機師 好 這個女孩子是指控 他說他跟這個機師是在 副機師在交往 可是交往的過程裡面 他對他付出的真愛 給了他所有的一切 但問題是這個副機師 居然不是只有他 跟人家按讚分享小鈴鐺出去 你知道 他就直接來 搜尋國民大會 而且你知道嗎 他多誇張 這個爆料這個X女 他講說好 我跟你講 他根本沒有再遵守防疫規定 我們一般機師下來的時候 不是原先是要這個三天對不對 結果他說一下來之後 就發群組 就直接群發你知道 我落地了 一落地就群發40個人 不是發給家人 是發給他眾多女友這樣 然後就開始約了到他家裡面 大家就開始熱烈的 排班 對 小別勝新婚這樣 就開始做很多很多 有交流的事情你知道嗎 而且他說什麼 他說你這樣等於是 已經防疫的破口了 而且更誇得上次 不是只有一個 你剛剛講幾個 40個 40個 大家40個 然後他就說他發揮 這個柯南的精神 因為他覺得說我為了你 我還跟你同居或什麼的 為你付出一切 結果他就開始去找那一些 說如果你們有被他騙的 來跟我聯絡 居然發現好多人跟他聯絡 甚至還有已婚的人 在跟他講說 我為了這個機師 我都離婚了 離婚了沒有想到 他還要到處去偷吃 而且更誇張的是 這個爆料出來講說